您坚定了 好的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怎么称呼您啊 程杰 程先生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 如此袖珍 这么小啊 这是您从哪儿得来的呢 对的 是我从一个出租车上买的 出租车 对 您坐出租车还能买藏品呢 那天啊 我转到古湾城 转完以后就打一车 打完一车 一上车 一看在车上就什么靶架啊 竹笛子啊 河头你知道吗 这同岛中人啊 这是出租车吗 是啊 他把中共台上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行动的古湾滩 对 一看就是同岛中人 就跟他盘大 盘大上一低头 你看看那一个玉 就挂那个 那个倒置镜上的 一看这玉不烂 有点来头 您本身也懂 月之样吧 这个东西 看那玉就是 河天玉 这应该没假 我看这上面好像有刻字 这写的是什么呀 您知道吗 这字认不全 往上查了查 大概其实是辟邪的 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应该是汉代 汉代的 然后您当时就说要买 有价的东西 咱就别跟它虚来黄去了是吧 嗯 别气了玩 这有价的说呗 嗯 多少钱买的呢 5000 5000买的 对啊 那您感觉挺有把握的 为什么又来建丁了呢 这东西 我觉得呀 回去做做公司 看那个书啊 应该捡个大漏 哦 您觉得捡漏了 嗯 所以今天我想让专家呀 给讲解讲解 看看 您觉得捡一什么漏呢 这不我说还想专家来讲解吧 行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50万元 为什么会顾50万 这个有点来的 具体让专家讲解讲解 搞得神神秘秘的 好 现在我们就有请专家来 变价时针 有请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呢 那个 这位常友呢 说没有全认识 认识了一部分 这个最前面几个字呢 叫 吉日严卯 地令规划 这是一个 叫严卯这么一个东西 汉代有一个叫 辟邪三宝 其中有一个叫 翁洞 一个叫 斯南 还有一个就是 钢毛 眼毛 这件东西呢 是两件东西 同时佩戴在身上的 所以呢 又称为双印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比那个 翁仲啊 比那个斯南呢 他这个 要宝贵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后汉书上面有记载 就在他的玉符志里面 有记载 说能够有资格 佩戴这个东西的 是秤玉 秤座的秤 玉论的玉 这个是就是皇帝 秤玉 祝侯王 公 列侯 有佩戴这个资格 我们在很多地方发现呢 钢毛比较多 目前为止 像野毛 比较少见 所以你这个 五十万呢 如果这件东西 真是个真的话 它应该是 这个价 因为 它这个级别在的 不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戴的 而它这个级别 最低也是列侯 那么这件东西 也很漂亮 也很规整 它到底是真的 还是一个房品呢 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 汉代何田玉的 仿眼帽的一个雁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眼帽 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 它必须在正月 某日 某时 这个时间把它刻掉 所以我们算起来 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甚至是有发现 没有刻完了 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呢 因为不是铺锯铺的 而是用那种硬的东西 划出来的 而我们这件事 铺出来的 也就是说 它不符合当时那种架构痕迹 所以这件东西 是一件房品 非常遗憾 没捡着咯 可不是吗 但也长点知识了 我们再来听听观察席的分享吧 好的 刚某和阎某 合成双某 它的主要材质有 玉器的 木质的 牙雕的 包括金器的 那玉器的双某呢 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 汉代呢 可以说它的主要的文化载体 还是鬼神文化 从夏商周三代的这种成神 到晋汉时代的这个避轨 它其实是一种 中华文化历史的轨迹 而双某呢 也是在这个历史文化轨迹上 所遗留的一个痕迹 和它的标志之一 好 感谢我们观察席的分享 所以其实今天来到这儿 也学了不少的知识 确实 也是有收获的 确实有收获 那么非常遗憾了 邀请 好的 让我们转身欢迎 下一位藏友登场 怎么称呼您 大家好 我叫程健 程健先生 您好 哎 大家好 今天带来的 这是铜炉 那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哎 说到得来 我还真没想得到它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不是搬了新家吗 我本来想要给我那书房 置办一些器物 然后我就去古玩城逛了 但是我这个 对这个古董嘛 又不太懂 我就想买一些 随便买一些工艺品 当它摆件嘛 那个古玩店装修好的 我都没敢进去 但是觉得那第三货嘛 又不太上档次 然后我就看到那一溜一溜的柜台 当时看上这边了 对 然后就看上这个项炉了 当时我就让那个老板 我说老板 你拿给我看一看 然后我就看一看 哎 还挺好的 挺符合我那书房的气质 那姑色姑香的是吧 对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 多少钱老板 然后那老板说 十万 十万呢 对 说什么年代的呀 他说是什么名代的 说十万呢 我当时一听这个数字是吧 我吓一哆嗦 赶紧给它递回去啊 但是可能这个炉子嘛 挺重的 我不知道是我没递好 还是他没拿稳 光记一下砸到那个玻璃面上 然后把那玻璃砸碎了 当时我吓得呀 我赶紧把那炉子拿起来 一瞧 检查一下 哎 还行 没伤是吧 但是那老板说呀 你这有伤 他说伤哪了呀 我当时是一点都没瞧出来伤 你看这铜的是吧 多结实啊 然后说你今天给它伤了 你今天必须得给它买走 你感觉它讹上你了 有点 没办法 然后就 哎呀 跟它掰着 掰着半天 掰着来掰着去 是吧 我说老板 咱不能这样 我对这个古董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是吧 你不能说你说它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它只十万块钱 就只十万块钱 对 我得找个专业的平台 来鉴定一下 如果专家说它是真的 它值多少钱 我一分一毫不会差你 嗯 然后找到这个 咱们这个平台 哦 明白了 好 那先请您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如果是真的 咱拿到家里面收藏 这也挺好的 说明跟你有缘分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藏有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 两万元 看来您不相信它是真的 对 我不想相信它是真的 然后希望各位专家 收下的留情 把价格压低一点 但我觉得他们一定会 非常的客观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 变价时针 有请 这是一只山竹双儿圆形的顶式香炉 它这种样子呢 是照着上古青铜鼎的样式来铸造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商中时期 青铜鼎它既是皇权的象征 也是沟通人神的礼器 在秦汉以后呢 佛教传入了中国 青铜鼎 礼器的功能呢 被继续沿用 成为了佛教寺庙大殿前的一个装饰之物 和供桌书案上的燃香容器 这件香炉呢 它的整个造型 还是比较规整的 有一种小气大样的味道 炉腹的中间呢 它有一道凸起的玄纹 把炉子呢 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上面呢 是那种瘦面纹 下面呢 是那种蝉纹 底部呢 有两长一方 三个戳迹 天启丙寅 灵世池鼎 景洪志 这个天启丙寅呢 应该是大明天启朝 1626年 天启六年 灵世池鼎 这个四个字就很明白了 这是灵性家族池塘里面 使用的景洪志 景洪应该是个人名 但这个字字就很有意思 因为说文解字当中啊 认为这个字 它可以读成实 认识的实 它这个有知道了解的意思 但是呢 它又可以读成字 旗字的字 有标志 记号的意思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戳迹 连起来解读 就是在明代的天启六年 灵世池塘呢 添了这个燃香 供奉主宗的顶世炉 一个叫景洪的人 他知道这件事情 因此呢 在这个炉子上 留下了标志 以证明 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标识 如此清楚的顶世香炉 他究竟是新是老呢 今我见地 今我见地 真品 这是一件戴天启六年 顶世香炉的真品 我们看这件炉子 它的整气 做得很古琢 而且很敦厚 上面的皮壳包浆呢 很匀热 很熟旧 你看就是一件 船式的东西 底下的三个戳迹 打得很随意 但是呢 很灵动 你看 就不是造假 做出来的这种戳迹 因为造假的东西 它生怕 画错了 或者写错了 它的一笔一画 都是战战兢兢的 但是 它这个上面的 三个戳迹呢 你看 字 都非常的流畅 而且这种 什么年制作的 什么地方使用的 什么人证明 信息这么完全的 这种顶世炉 确实 非常少见 我给你 雇一个 现在市面上 流通的价值 好的 请专家输入雇价 好 专家的估价 已经输入到了 系统当中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为的是不影响 店主的包价 现在呢 就来了解一下 这件藏品的 市场行情 这位藏友朋友 您好 就是这个铜顶 是明代的工匠 借鉴了这个 商周的风格 和自己本朝的风格 融合在一起 创造产生的 一个顶世炉 有很多喜欢 铜器的朋友 其实他们 买不到商周的顶 但是他们买一个 明朝工匠 眼中的 商周的顶世炉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再加上这个 顶的底部 有三个戳技款 其中的这个 纪年款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它的加分项 就是纵上所述 我给您一个估价 但是又参考您这个 前面您自己说的 这个亲身的经历 我就给您一个 我可以购入的价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 第一个报价 八万元 欢迎我们好 你的这件铜顶 顶世炉呢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明代时期的 然后呢 是临时祠堂 我查了一下 它的现在还有 它在福建的厦门 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您能找到当时的 所在地 而且现在还有传承 价值呢 我就给你估一个 比较保守的价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 第二个报价 十万元 好 现在呢 就一起来揭晓 专家的估价 专家的估价是 六万元 小伙子啊 我们刚才说了 说这只炉子呢 如何如何的好 大家的观点 基本都差不多 因为这个价格呢 不是要卖给你的 那个店铺 它心里凭空想出来 因为市场对这类的顶呢 它是有一个大致 一样的一个价值认知 这类的青铜顶呢 现在从日本回流非常多 这类的庆物呢 也跟当年明清 中国的外销池一样 销到哪里呢 销到东南亚 销到日本 销到朝鲜 那么这件东西呢 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我建议小伙子啊 假如你的资金能力 能够支撑你 做这一方面的收藏的话呢 我建议你构论 我们给它这个价格 相对还保守 所以供您参考 你回去可以思考一下 专家的建议 对 然后感谢各位专家 然后说了这些 好像懂了那么一点 我心里就感觉 平衡了一点 买了吧 六万也还能接受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观察席的分享 那其实这些年啊 海外回流的东西 确实越来越多了啊 现在也看到了一个线线 说日本回来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日本的 这种一个观念啊 其实确实 日本回流的很多东西 有一部分 可能是当地人做的啊 还有一部分 其实是我们当时 传过去的 现在我们把它叫这个回流啊 那其实即便是日本做的 实际上也是日本的这种 比较有文化的这个弓箭 根据中国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元素 包括我们山州的铜器啊 或者是这个 我们这个宋代的一些 非常经典古雅的一些器型 还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成语典故啊 包括老子出光啊等等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对于 古代的 包括日本哪怕是本国 做的这些东西 可以去研究它 因为它依然是有一定的 这个历史价值的 尤其是如果它这个 艺术性比较好的话 我也是建议 可以去构产的 好的 感谢我们观察系的分享 那么这件藏品呢 也会获得华山论件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您 谢谢 好的 让我们转声欢迎 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我叫田真海 田先生今天带来的是一幅 什么藏品 来看一下 我这个厉害了 我这是乾隆爷的玉笔书法 乾隆爷的 对 哇 这怎么得到的呢 这是我收了一个旧木柜子 在里面发现的 您是 我是专门回收旧家具的 回收旧家具 那这个是 我当时收了一个旧木柜子 这个木头是老木头 柜本上有雕花 我看特别漂亮 我想把它拆出来 单独去卖 结果在这个柜子背板的 家层里发现了这个 那我看这么大一幅作品 那藏在柜子里 应该挺明显的呀 他们就没发现吗 它是在柜子背板 后面有个家层背板 特别大 柜子很大 他可能没注意 那您为什么就确定 这个就是乾隆爷的真迹呢 我当时拆出来一看 我一看 吓我一跳 我说这 这是乾隆爷的书法 然后我上网查了一查 就说很之前 可能大概四五十万 到甚至上百万 所以我说 想来让专家看一看 确定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迹 对对对 好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藏有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 50万元 这是您参考的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 辩驾 时针 有请 这几年啊 大众对乾隆这个皇家啊 非常感兴趣 电影 电视剧 这个演的也比较多了 古董文弯界 还有书画收藏界 这个对乾隆呢 也是比较感兴趣 是吧 谁家要有个老物件 如果跟乾隆二字 沾光的话 那可了不得 咱们看看您这件 这是一件啊 以刑准形式啊 书写在卷本上的一部中堂 是乾隆皇帝呢 赐给安徽巡抚 这个巡抚呢 用今天话解释 就是省长 这个内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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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上相互这个 祝贺 这么一个词 印章是 索宝为贤 白文 下一个是乾隆玉笔 是诸文 大概有五十多个字 每个字的肩甲结构啊 非常漂亮 形笔圆润 中规中矩的 四平八文 从这个新旧程度上看 这个装表时间啊 有百年历史 画心没有什么破损 周边虽然有点老画 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 经常这个奖励啊 物下 有贵重物品 其中也有艺术品跟书画 这种书画呢 这个也有 这幅书法 要是真的话 要是乾隆的真迹 我可以这么讲 这在书画市场上 价值可甚至不菲 我们描述了这么多 到底这幅书法 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 通过分析 经我坚定 经我坚定 这是后人模仿乾隆书法的 一幅艳品 我来说一下 这个问题所在吧 我们不是今天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作品 传统的这个古代书法复制呢 大部分都是双龙填末 而这个是直接写上去的 我们也了解 北京迭安门啊 这个后门桥造 还有天津造 那些呢 这个比这个质量相比差 而且我们看它的装表时间呢 有将近百年以上 这种书题在当时啊 很流行 很多人都能写 是个汉林都能写得了 这叫广格题 不过这件作品呢 书写的还是有一定功夫 是吧 在今天的书画 收藏市场当中啊 像这种质量品行的 也在流通 那李老师说的这个 能流通 大概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价格呢 这像这样的那个 书法作品 方乾隆的 我以前也见过 像这样的年长 有100多年的那个张表 像这样的东西市场下 我觉得就有5万以上 到10万以下 这个走势 应该是有的 您说的真的吗 没逗我吧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现在刚才这个 我们专家也说了 这个装表上来看 肯定已经过百年了 而且这个乾隆帝 又有大量的赏赐给大臣的 或者一些提拔的东西 都是代笔的 所以他没准就是代笔 在那个年代清中期 或者说乾隆本朝流出来的 然后到民国晚清的时候 重新装表了一下到现在 所以这个都不太好说 这个东西既然是老的 如果有人喜欢 说我就想留着 也不贵 花个二三十万买完之后 等着以后 有机会 我再慢慢深入研究考证 也不一定不值这个价钱 主要是根据这个个人的 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喜爱吧 我觉得 有可能也能值二三十万 我觉得没问题也分人 好嘞 谢谢老师 那刚才听完大家这个估价 您什么心情呢 这心情突然又 一百八十多大转 完 饿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观察席的分享 刚才几位店主也给出了 自己的一个价格区间 其实如果说这样一幅作品 拿到拍摆会上 也许会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也有可能会比 你预期的价格也会更高 因为对于此类的名人作品 它和一般的书画作品 还不太一样 因为一些书画家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大家 就是因为他们有 自成一体的一种风格 即使不堪落款 我们也知道那是谁的作品 但是对于一些名人来讲 他们的重心 并不是在这个书画事业上 所以说他们的一个笔记 包括乾隆的笔记 整体感觉和同时代的书画家相比 笔记还是偏软的 所以说像这种作品 更容易会被别人去仿造 所以说也有可能 仿制者的水平 要比乾隆本人的水平 会更高一些 当然它也不失为一件艺术品 因为像这样的表头 在当今的判卖市场上 也能值个几万块 在这里给大家伙提个醒 如果说想进行艺术品投资 我们尽量还是要选择一些 有相关标准器 我们相关鉴定标准的一些物价 包括您今后的收藏 我们的欣赏 包括流传继续去转让 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好的 感谢大家的分享 也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华山论件线上的品真云件 也在持续为您服务当中 如果您手中有藏品 也希望专家在线上为您鉴定 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论件华山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 就会有专家在线上为您鉴定了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北京天涯 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件 我是郑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